第20章 八届十二中全会 彻底清除刘少奇 第2节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集团的头子 在中共 要将一个领导人从政治上置之于死地 确定他是叛徒才可以铁板钉钉 对刘少奇也是这样 为了把刘定为叛徒 毛续毛已久 分三步走 第一步 大造纠叛徒的舆论 第二步 将61人重新定为叛徒集团 第三步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 第一步 大造纠叛徒的舆论 在美国规定交战中 弹尽援决几个小时后即可投降 以保全将士的生命 被俘以后被强迫做出的言行不予论处 中国古代对那些为了保全生命而暂时投降敌方的人也是比较宽容的 三国时代的关羽在敌方曹操那里住了很长时间 受到曹操的优待 但因为身在曹营 心在汉 没有人否定他对刘备的忠心 四郎探母歌颂的是投降对方的杨四郎回国探母 没有把杨四郎当作叛徒 列宁在他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小册子中也谈到 如果遇到强盗拦路打劫 不要同强盗对抗 把财物给他以求脱身 但是在共产党内却没有这种宽容精神 早在1963年到1964年 中国史学界有一场关于中王李秀成的讨论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一位重要领袖成员 被洪秀全封为中王 1864年7月19日 同志3年6月16日 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被清军攻陷 李秀成 护着洪秀全的儿子冲出了重围 三天后 李秀成被俘 在关押中写了一些文字 曾国藩将这些文字编成了李秀成字述 李秀成字述讲了李秀成一生的经历 涉及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 也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其中有一些自污和对曾国藩阿谀奉承的话 字述没有出卖革命 1864年8月7日 李秀成被杀害于南京 在这之前 中国史学界主流一直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 1963年8月出版的第四期历史研究 发表了七本语的文章 凭李秀成字述 并同罗尔刚 梁护卢 吕吉义等先生商榷 七文认为李秀成是叛徒 七文刊出以后 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 在周恩来过问下 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20多位历史学家 讨论七文 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 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 江青把这一期的历史研究 连同北京晚报 光明日报 对这篇文章的报道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七的这篇后 让秘书找来其他有关资料 其中有台湾出版的李秀成贡状 这是一本蓝色的封皮现状书 是张春桥从香港买来的 毛在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批示 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 中亡不忠 不足为序 江青对七本语说 你做了一件好事 给人民立了功 但你不要骄傲 要继续写文章 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 有主席支持你 怕什么 毛让江青把李秀成贡状给七 让七继续研究 继续写文章 在江青和康生的支持下 历史研究1964年第四期 发表了七本语的第二篇文章 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便捷行为 此文明确地提出叛徒问题 歧视汹汹在全国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批判李秀成的第一个受害者 是已故的瞿秋白 他在被敌人枪杀之前写了多余的话 其中表达了对革命的厌倦和无奈 毛泽东说 多余的话看不下去 无非是向敌人告扰 自首叛变 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 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 传达了毛泽东对李秀成字述和瞿秋白 多余的话的批评 长州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于八月停办 1966年5月21日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讲到保持晚节时说 盖棺不能定论 火化了也不能定论 向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 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 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 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 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 李秀成的自贡就看出来了 七本宇同志写文章批判过 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 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把李秀成的苏州中王府也毁掉 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红卫兵将周恩来的话变成了行动 八宝山的瞿秋白墓被挖了 苏州中王府也遭到了破坏 瞿秋白已经死了三十多年 和毛早已无权力之争 搞瞿秋白只不过是为了搞 当代的叛徒集团做个铺垫 因为党内的叛徒问题 长期未能解决 第二步 确定61人叛徒集团 刘少奇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在他周围有一批在白区工作的领导干部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事革命活动 被捕的可能性很大 被捕以后 如果真正的坚真不屈 就可能被处死 如果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妥协是必要的 本来妥协和叛变应当是能够分得清楚的 山东省委革委会曾经发了一个文件 文件规定 革命者向敌人自首 出卖同志 出卖组织 出卖党的机密者 均为叛徒 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 履行了一般的登记 毁过手续 没有罪恶的 应该视为妥协辩解行为 不应该以叛徒论 毛泽东将李秀成瞿秋白 定为叛徒以后 一些妥协行为也当叛变 61人叛徒集团就是这种情况 1936年 为了解决薄一波 刘兰涛 安子文等61位 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人的问题 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 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文天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 不发表的普通手续 犯人就可以出狱 张文天同意了 薄一波等写的反共启示 在当时官办的华北日报上发表 出狱前还举行了自新仪式 1936年8月到1937年的3月 被关在草兰子监狱的人 分9批办了手续出来了 事后 为了明确此举的性质 1937年7月7日 中央组织部做出了 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 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是在狱中表示坚定地坐满刑期 送到反省院的同志 照例要办自首手续 或者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 如果他们曾经 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 得恢复其组织 如具有上述情形 但未经组织允许者 经过工作中考察后 也得恢复其组织 中组部这个事后的决定 显然比张文天同意的三个条件 要宽一些 廖鲁言在《华北日报》上发表的 反共启示写道 现已诚心悔悟 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 做以忠实国民 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 即做任何反动行为 并望有为青年 其后莫再受其煽祸 这种声明可能是国民党写好 让他们签字的 但是在文革中拿出来 红卫兵难以接受 刘革平当时和他们是一个案子 不愿意在反共启示上签字 就没有出狱 到文革前 这61人中仍然健在的有41人 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 副省长 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 乃至国务院副总理 这61人中没有出卖同志 出卖组织或机密 如果这61人安排一般的工作 可能争议不会那么大 可是刘少奇把其中的一些人 安排在了重要岗位上 就难免产生了一些非议 邱惠座回忆说 八大在组织上安排的不狠得当 刘少奇的人在组织上板太高了 过去白区工作干部 特别是华北地下党的干部 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干部 几乎全部进了中央委员会 康生说 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 要安子文 博一波等人 自首出狱的决定 1962年春天 林彪曾经对高岗的夫人 李立群说 刘少奇从华中回来 七大后当了第二把手 就开始搞山头 拉宗派 重用坐过牢的人 如伯一波 彭真 安子文等人 在党内有很大的势力 文革开始以后 天津南开大学818红卫兵 和魏东红卫兵 调查校领导人高仰云的历史问题 在旧报纸上发现了刘兰涛的反共启示 红卫兵把这个材料送到了周恩来那里 1966年11月24日 周在批复中说 请向南开大学为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的同学们说明一下 他们发现的刘兰涛同志出狱的问题 中央是知道的 如果有新材料 可以派代表送中央查处 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周将电报告送给了毛审批 复信说明 刘兰涛等同志出狱是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 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这件事 毛在当天批复照办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毛泽东看到红卫兵的揭发材料后改变了看法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伯·巴鲁库时 谈话中提到 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 现在一查出来 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在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 南开大学两个红卫兵组织进一步调查 1967年1月中旬 他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 送给了周恩来、谢夫智和中央文革 同时又交给了七本宇一部分材料 其后周总理及七本宇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 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 并且不断地给做重要指示 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逃柱等坏蛋扣押了的时候 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士转达了总理的指示 总理叫你们尽快把材料交来 文革后把旧叛徒的事完全归罪于康生和中央文革身上 其实周恩来也是支持的 1967年3月21日 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群众代表时讲话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 这是小将们的功劳 这是很大的收获 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叶元子在其回忆录中说 北大旧叛徒活动有周总理的指示 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1967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96号明确指出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 揭发了薄一波 刘兰涛 安子文 杨献珍等60余人的叛徒集团 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 窃取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 揭露这个叛徒集团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些便捷分子出狱以后 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 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 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 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1人被正式确定为叛徒集团 是刘少奇让他们叛变 而后重用他们的 刘自然就成了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 1967年6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中发67200号 通知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 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 为扒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 最大的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个通知对抓叛徒问题 做了五项政策性的规定 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 采取慎重的态度 不要根据不充分的 未经核实的材料 自行宣布某一位叛徒 不要轻易地公布材料 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 其他历史上有过辩解行为的也要清查 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 是否向党交代清楚 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起干坏事 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区别对待 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 从叛徒特务严格区分开来 等等 这个中央文件肯定了群众抓叛徒的行为 因而在各群众组织中 出现了很多抓叛徒调查组 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叛徒揪了出来 第三步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公贼 刘少奇曾经三次被捕 毛泽东怀疑他有辩解行为 1953年初毛让东北党政一把手高岗 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被捕的情况 高岗把任务交给了 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 张秀山让组织部的副部长郭峰 办这件事 张向郭交代任务时 对于查阅的对象没有特别限定 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 更没有对郭说 这是调查刘少奇 只说调查那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叛徒 郭峰调查中 发现其中有一个叫做赵芝启的招供了不少材料 还向张学良写了认罪书 称张为再生父母 郭峰不知道赵芝启是谁 1968年10月18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向八届十二中全会提交了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这个审查报告是怎样构陷刘少奇的 今天怎样看这些指控 第一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1925年11月 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 从上海潜逃长沙 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替 正在例行白色恐怖 血腥屠杀共产党人 12月16日 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 经过审讯 赵亲批将刘少奇斩绝 这个时候 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 刘少奇的把兄弟 长沙禁烟局局长 洪耕阳和省府会计赵恒替的至亲杨建雄 伙同军阀叶开心 贺耀祖和刘少奇的包兄刘云廷出面 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 屠杀共产党员的大柜子手赵恒替 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条件 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 背叛了革命 接着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 奉赵恒替的旨意 捧着赵恒替赏赐的四叔 离开了湖南前往广州 刘少奇接受了什么条件呢 继赵恒替对刘建雄说的 你要他迅速离开湖南 不要在这里乱搞 要数物股去买一册四叔五经 送给他 好好去读 这个条件既没有出卖同志 也没有出卖机密 这当然不能算是投降了敌人 背叛了革命 审讯时被定为斩绝 说明审讯中刘没有与赵恒替合作 没有叛变 第二 刘少奇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东派 汪金瑞、陈公博的走狗 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1927年6月 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要求 与汪金瑞、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 并且被指定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 充当特务 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 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 第一 调走武汉工会骨干 使干群脱节 第二 解散工人纠察队 防止暴动 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取的职务 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 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工军的工人纠察队 于6月29日上午 把全部的枪支弹药 甚至连同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 装上卡车 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未术事宜的办公室 刘少奇平凡以后 官方是这样说的 所谓1927年当内奸仪式 证据只是丁绝群的证词 丁在1927年时曾经任汉口特别市国民党党部 执委兼工人部长 1928年被捕后脱离共产党 1967年下 他被关押起来 专案组逼他写诬陷刘少奇的伪证 实际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除了提供丁绝群的证明以外 还提供了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 武汉电源工会委员长董卓平 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艺书程柱舟 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后补执行委员张登平等人的证明 这些人在文革期间都在尖压下写了证明 不足为凭 其实在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以前 汪精卫还是国民党内的左派 共产党人和汪精卫还有很多合作 上述刘少奇的这些活动是在7月15日以前 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恰当值得讨论 但是说他是出卖工人阶级 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还需要研究 第三 刘少奇1929年窃取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判卖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1929年8月21日或22日 刘少奇当时化名为赵芝琪 与梦用浅当时名梦坚在奉天 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市沙场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立刻公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 梦用浅是省委的组织部长 共出了省委委员唐红金王立功 张玉休 丁军阳 饶树时和省委秘书长廖如苑 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的东满 北满 吕大 府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 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的时候 他积极地出谋献策说 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藏起来 现在抓不到 反而会打草惊蛇 如果将他释放出狱 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情报 大规模地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 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 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公朝案 并且以煽动公朝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 刘少奇奴言悲惜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 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 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的戴德之年 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 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许多共产党员被捕 被杀 刘少奇平凡以后 官方是这样解释这段历史的 1929年 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任内 却曾经被捕 但因为坚决斗争 身份又未暴露 法院只得以证据不足而取保释放 江青一伙却逼使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浅做了伪证 虽然孟在关押期间写了20多次申诉材料 要求推翻伪证 但一律不准上报 审查报告中只选了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审查报告 除了孟用浅的证明以外 还提供了十多个旁证 不过 这些证人都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提供的证词 高岗的秘书赵家良和高岗的女儿李杰 曾经对本书作者说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和1953年郭峰的材料 是否相符 无法核对 不能够断定 如果刘少奇被捕以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职务 还供出了其他省委领导人和满洲省委所属的组织 这应当算是辩解行为 不过 敌人要他带特务抓人时 他找了一个借口 没有去 以后他一直努力为共产党工作 要不要定叛徒 还是可以讨论的 和他同案的孟用浅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但是1949年以后只是一个司局级的干部 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文革一开始就被外交部党组抛出来批斗 可见1929年这段历史决定了孟用浅的终生命运 而对刘少奇以后的升迁却没有影响 这是值得继续研究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 关于叛徒 内奸 公贼 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并且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 叛党 叛国的罪行 与会者一致声讨刘少奇 林彪说 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 大内奸 大公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给挖了出来 这是重大的胜利 把这些家伙挖出来 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次生命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 对刘少奇的批判用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称 这次会议之后就直接批判刘少奇了 在全国各地每个单位每次开会时都要高呼 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各省各单位在刘邓陶的后面 还要加上本省本单位被打倒的人 如山西的口号是 打倒刘邓陶 打倒魏王王 到现一级还要再加上本县被打倒的人 得喊一长串的打倒 新华社的口号是 打倒刘邓陶 打倒吴朱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审查高级领导人的专案组 主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三个办公室 一办 二办 三办 轮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 邓小平 彭真 陆定一 杨尚昆 陶柱等国家主席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这一级的人 归一办审查 被打倒的彭德怀 贺龙 黄克成 罗瑞卿 张爱萍 陈在道等一批军队的将领归二办审查 被打倒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副部以上 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归三办审查 清查516也归三办审查 江青在刘少奇的专案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9月16日 江青审阅了刘少奇的罪证材料后批试说 我愤怒 我憎恨 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少奇是大叛徒 大内奸 大特务 大反革命 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 最凶狠 最狡猾 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看了刘少奇专案材料 周恩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诸和看法 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 想着 批诸着 这三本刘贼 判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 刘贼是个大叛徒 大公贼 大内奸 大特务 大汉奸 真是五毒俱全 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这种大革命 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 叛党 卖国 杀害同志的罪状 挖得这样深 这样广 当然 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 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不能失掉警惕 如果挖不完 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毛主席声音的传达 毛主席指示的执行 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 在这点上 我们要向你学习 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月后在此处批道 向恩来同志学习 共勉励保晚节 据说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报告上 还写此人该杀 但没有看到可靠的资料 在全会上 周恩来亲自宣读了 长达数十页的刘少奇罪证 本来不一定要他亲自宣读的 林彪对这个报告是什么样态度呢 1968年9月 中央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 关于叛徒 内奸 公贼 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和江青的批示以后 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以后 并没有任何表态 只是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 意思是同意 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画个圈时 便立刻惊叫起来 怎么不提醒手掌呢 这是11楼指江青 亲自挂帅的专案 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 主席非常重视 11楼亲自抓 人家多大功劳啊 大家都表态了 手掌子怎么能只画一个圈呢 接着叶群就喊 李跟青过来 李跟青是模仿林彪笔记 带林彪签署文件的工作人员 等李跟青走过来 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 完全同意向出色的指导专案工作 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亲历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辉座回忆说 对刘少奇的叛徒 内奸 公贼 三顶帽子 在表态的时候 大家都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 开除刘少奇党籍时 出席会议的只有五十名中央委员有表决权 当时会议是一致通过的 陈少敏投票时是什么样子 没有印象 事后才知道 他不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这五十名中央委员中 除了后来被打入另策的林彪 陈伯达 康生 谢福智 黄永胜六人以外 还有四十四人中 半数以上去世后 都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会上叶剑英在批留的同时 对朱德发表了系统的批评意见 王震批刘少奇也相当厉害 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利用职权 打击老干部 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恨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关于叛徒内奸 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以及叛徒内奸 公贼刘少奇罪证 中发68-155号 传达到基层 刘少奇住院就医的时候 得知八届十二中全会 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他立即大汗淋漓 呼吸急促 开始殴吐 血压体温 陡然升高 从此他再没有说话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直到1969年11月逝世 在最后的岁月 他面容憔悴 身体消瘦 头发 胡子又长又脏 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 更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 以至于把屎 尿 拉在衣服上 长期卧床 造成了双下肢肌肉萎缩 枯瘦如柴 身上长满了褥窗 为了防止他自杀 用绷带将刘少奇的双腿 紧紧地绑在床上 不许松动 1969年11月12日 重病中的刘少奇 在河南开封囚禁处 银行金库的地下室 含冤而死 终年71岁 送火化厂时 说是一名烈性传染病人 火化单上写的是姓名 刘卫黄 职业 无业 死因 病死 九大以后 中央专案组又提出 王光美是美奖战略潜伏特务 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讨论决定 对王光美判处死刑 承报毛泽东 毛说留下火口 做刘少奇反动罪行的证据 早在1955年速反运动中 在中央政法小组办公会议上 罗瑞卿等研究几个重大案情时 曾有王光美是特务的揭发 毛主席批示 大意识除刘少奇外传阅 以免造成思想负担